今天若你已经有想要查找的期刊文章 或想要看的某个期刊 并且想要先看有没有电子版的话 这推荐您可以直接使用电子期刊查询系统 那这个系统在哪里呢 你有两个地方可以找到它 一个是从我们图书馆的网页电子支援底下有个电子期刊 第二则是从支援整合查询系统 上面这里有个电子期刊的连接 点进去都可以连接到我们的电子期刊查询系统 它的系统界面长这样子底下提供学科分类 你可以点进去浏览个主题学科的期刊有哪些 或者直接在上面这个搜寻框 输入期刊的刊名或者期刊的ISSN号 注意这里是让您查找期刊的地方哦 所以若您直接在这边打上文章的片名 是会找不到东西的 那我们接着看它的检索结果 点进期刊的名称呢 你可以进一步查看期刊的资料 看到全文存取的底下呢 显示这个电子期刊有收入在哪一些资料库中 你可以点进去资料库的连接取得期刊的全文 但要注意一下资料库名称后头显示的期刊收入年代是否符合所需 有些您可能会看到它著名全文延迟 这是因为有些期刊呢 考量版权的缘故 会选择延后公开线上全文的部分 顾若像这本期刊有显示全文延迟 这表示最近一年的文章呢 您只能看到书目资料的部分 还无法线上取得全文 若要全文的话 只要去看看有没有纸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